流行音乐界的年度最大盛事金曲奖 在这个星期六就要登场了 究竟奖落谁家呢 今天的金曲歌喉战 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已经三度同场较近的林佑佳跟肖敬腾 当然说到了这两个人 可能大家会联想到的就是 当初两个人都是素人 然后在超级星光大到一鸣惊人 而有意思的是 其实当初的肖敬腾真正竞争的对手 并不是林佑佳 而是杨宗伟 只不过后来在正式出道之后 两度入围金曲奖 两个人几乎都同台较近 不过两个人也都跟金曲奖擦身而过 摇滚黑蜘蛛肖敬腾 身陷充满爆发力 迷幻王子林佑佳歌声书情沉稳 2013年季曲奖 两人同时入围最佳男歌手 过去有着特殊微妙的竞争关系 但总是被另一位男主角抢过风头 从同一个选秀节目出道的两人 当时杨宗伟以素人身份红遍全台 让与他PK表现精彩的肖敬腾 跟着走红 林佑佳则是因为杨宗伟退赛 让他在第一届星光大道上疯狂 林佑佳肖敬腾都红了 不过真正具话题性的男主角 还是杨宗伟 四年前同时入围金曲奖 最佳新人在台上一同合唱 最后却由另一位入围者卢广仲 拿下新人奖 2012年同时入围金曲奖 最佳男歌手 原本看好两人有机会封王 最后却杀出陈咬金败给乱坦阿翔 总是在奖项上沦为配角的两人 缠斗依旧 今年再度入围同一个奖项 抢歌王 我为他高兴 让大家可以听到很好的音乐 这是最好的 两人从同一个舞台发迹 同期出道 虽然肖敬腾商也跟吸睛功力 炫过对方 不过林佑佳的音乐 以及演创实力 身受肯定 这回会不会再被抢戏 歌王宝座如同歌喉站 充满戏剧张力 对方